北风王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今天开始Hive的章节 本节讲Hive的工作原理和基本使用 好 我们讲Hive之前 对上节课做一个简单的补充 其实我们GPS命令 我们可以试一下 我们用GPS命令它说找不找 其实GPS这个 其实我们通常情况下 我们按照旧的Hive版本的时候 就是我们检查它是否 机群是否正常启动 我们通常是用GPS这个命令 但是在这里他说没有这个命令 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把 就是加把Home配到那个环境边量里边 这个GPS它并不是Hive带的 而是就是GTK带的 我维持一下加法 看一下版本吧 应该是1.6 哦 这里显示1.5 哦 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这个操作系统 安装的时候 我们带了个1.5 我们把1.5去掉 换成Rot用户 换成Rot用户吧 方便一下 我们把这个1.5去掉 RPM-QA 插一下GTK 安装了哪些版本 好 1.6 插一下加法的 好 我们把这个1.5它给它卸掉 RPM-1 然后把这个名称 弄上来 哦 它有依赖的 有所依赖的包 就这里显示说不能卸 哦 那我们就不卸了 我们找一下我们安装的那个GTK是在什么位置 应该是默认都是在这个U在下边 哦 这里有一个Java 应该就是这一个 好 好 我们把这个DIN Java home我们不需要去配 我们把这个DIN配到那个 profile里边就行了 VH 找到它的Path 你再来一看吧 就把它直接烤过来 就把它直接烤过来 冒号分割 然后把Java的这个路径 给过来就行了 好 我们sauce一下 退出 sauce etc pc profile 让我们的更改起效 看一下 位置加网 哦 它还是这一个 还是这个1.5的版本 还是1.5的版本 我们这样吧 我们把这个给他 把这个给他 替换掉 把这个给他替换掉 ln-s加网 然后 说文章已经存在了 把它删掉 就是把之前的这一个软件 把它删掉 然后我们把我们1.6的这个加网命令 然后给它弄过去 围维持加网 看一下 就是说是个软件接 然后路径是我们这一个 好 我们加网版本号 1.6 GPS 好 就是说这个时候我们这个GPS命令已经可以用了 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这个GPS命令其实是 是在这个Java的定下边的 你进去看一下 是 是这里 就是它其实是Java的 带的DDK带的一个一个命令 好 我们为啥 我们集群已经启动起来了 就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HDFS和MembreDuce进程都已经起起来了 然后看到我们的192 50070 然后 DataNode 然后也是正常的启动起来了 我们在这里也可以看到 就是一台DataNode的状态是良好 就是Java Tracker Tus Tracker 都是分别是1 状态也是良好 但是我们在这里 DPS命令下只看到一个进程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个CDH4 它并不是我们这个普通用户 就是这个权限安装的 而是我们root用户 去安装的 所以说我们sudo一下 它这里防不到 好 我们切换成root用户 DPS一下 好 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看到了 就是说我们 CDH4是用root用户去安装的 这个 而以前的老版本 它是用普通用户安装的 这里大家要注意 就是我们GPS查进程的时候 就是需要切换成root用户 一般情况下 我们用CDH4 我们就不需要用GPS来查看 我们这个机群的启动的是否正常了 我们直接在界面里边就可以看出 或者在这里边也可以看出 然后50070这里边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levelnode 是否这个个数是否正常 然后这个datanode是否是零 然后我们在这里 50030里边 这里有个node 这里的个数是 是显示就是我们有多少台节点 就是可以进入可以正常工作的状态 就是说这个数和这里的和50070里边那个levelnode那个数要一致才算正常 比如说我们有10台节点 然后56070里边显示每这10台节点都是活动节点 都是level节点 但是在这里只有9台 这里显得只有9个 就说明其中有一个节点 就是虽然说状态是正常的 但是他那个硬件状态是正常的 但是他就是说暂时在集训里边他不能工作 就是说没有准备好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重启一下或者是检查一下是怎么回事 最好一般一般情况下重启一下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好 这里介绍这个GPS主要是有些朋友就是说 在用这个老方式去查进程的时候找不着 然后主要是提示一下这个问题 好 我们介绍我们今天的重点内容 就是have的体系结构 我们看have的体系结构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图 放大一些 好的 这个图我们可以看一下 上边这个框 这个常方形这个框是have的部分 然后下边这一个是handlepu 好 我们说一下 这两handlepu have和have handlepu有什么关系 就是have它是基于handlepu处理的 就是说have的数据它是存在HDFS上 然后have的计算 也是通过这个mapreduce去实现的 就是怎么通过mapreduce呢 have它本身就是有一套它的类CQ的一个语法 就和关系数据库的CQ确实非常类似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图吧 它有三个普通的用户接口 一个是CLM 就是客户端 一个GDPC 也是GDPC的一种一种连接方式的一种客户端嘛 也可以理解为客户端 然后一种web接口 这web接口用的很少 GDPC的这种方式需要启动这个服务 就是shift server这个服务 然后我们用的最多的就是CLM这种方式 这CLM这种方式其实就是Linux的share 就是haveshare 这个我们稍后会演示的 就是用了最多的这种方式 然后在这里边 然后输入have的就是have语句嘛 have的SQL 然后会交给这个这一块 就是它的减析器 然后优化器和处理器 然后把这个SQL 就是减析出减析出来 然后进行适当的优化 然后把它减析成MapReduce作业 然后交给很多谱去处理 就这样的一个一个架构吧 好对have来讲 这一块就是原数据 原数据的管理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环节吧 就通常情况下 have的原数据会保存在 就是关系数据库里边 因为保存在关系数据库里边 比较稳定嘛 而且随着数据量增大的话 存在关系数据库里边 也就是让人更放心一些 数据的存储 就是说 就是容量更大一些嘛 好 我们再来 再来看一下 就对上面这个图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解释吧 然后用户接口 主要包括CLL 这个CLL我可以注释一下 其实就是 have share 然后gdbc的方式 或者odbc也支持 然后是webui webui这个就是很少用啊 我们课程里边会 讲到这前面这两种方式 就是CLL和gdbc 好原数据存储 什么是原数据呢 就是我们have里边 have表的表明 资段名 资段类型 这些都称为是原数据 原数据存在哪里呢 它默认是有一个内置的数据库 但是这个内置的数据库非常小 通常我们会把这些原数据 就是存到 messico里边 关系数据库里边 一般都是messico 我们后边会讲 然后原数据的管理 然后我们也会把原数据 存到messico数据库里边 好解释器 编译器 优化器 执行器 其实说的就是图中的这一块 就这一块 就这一块 它可以 它首先把这个 CQ 就是编译一下 然后再做一个简单的优化 然后再做一个处理 就是执行 它其实这一步处理之前 它是把它 解析成messico Messico作业 然后交给Handu 去处理的 好 Handu 和Handu的关系 就是用HDFS 进行存储 然后Messico 进行计算 就是说一句话 就是说 Hive是基于Handu 处理的 好 组件的基本功能 就是对上面的每一个 组件的一个功能 一个介绍 那CVI就是share命令行 就是Hiveshare命令行 我们打开这环境 看一下吧 其实我们 我们的Hive已经装好了 我们那个安装环境的时候 已经把所有的组件都装好了 我们直接输入Hive 就可以进到Hiveshare里边 就是这里说的CVI 我们来看一下 有点慢了 好 我们直接输入Hive 就到了CVI 这个环境下 在这里边 我们可以输入Hive的语法 比如select的什么 稍后我们再讲Hive的语法 好 GDPC 连接Hive 就是用加瓦代码 Hive它 就是GDPC 访问Hive的方式 和用 GDPC访问 关系数据户 很类似 更简单一些 好 WebUI是通过浏览器访问Hive 这个是用的很少的 这个我们就不讲了 没什么用 这个 好 再看下边 好 就是说原数据 说Hive价 原数据 存在数据库中 和原数据 包括什么呢 就包括这些 表的一些属性嘛 表名 列名 分区 或者表的那个 类型 还有数据 存储的目录 这个目录指的是HDFS的路径 好 解释器 编译器优化器 是完成 HQL HQL HQL指的就是Hive的SQL Hive的SQL 我们通常称为HQL 好 从词法分析 语法分析 然后编译优化 以及查语计划的生成 然后生成查语计划 存储在HDFS中 随后会 就是说会调用MapReduce 然后去执行 让我们看一下 MapReduce Hive的 绝大多数的SQL 都会生成MapReduce去执行 只有 很少的 就是不会生成MapReduce作业 比如说Select的星 它不会生成MapReduce作业 因为 这种查语方式最简单的 它是已经把它写到 已经把它写到Hive那个 执行器里边了 就是说 如果是Select的星的话 就 不需要生成MapReduce作业 其实它生成MapReduce作业 去完成的话 就是说 这一步还是有一定的延迟的 好 我们再猜猜看 后续我们会演示一下 Select的星 它比任何的查询 语句都会快 因为它不需要生成MapReduce作业 如果需要生成MapReduce作业的SQL 它会先生成这个作业 然后执行起来就比较慢了 当然大数据的时候 当然我们一般情况下 我们的CF不会这么简单了 好 原数据的一个 一个详细的一个介绍吧 好 这个我们就不说了 简单说一下吧 然后就是have表的分区 这个分区 它和关系数据库的分区 就是不大一样 这个我们后续讲表的时候再讲 总之关系数据库 它有的东西 然后have的表 都有 就非常的类似 好 编译器 这个驱动 我们看图中有一个driver 这个驱动就是调用编译器的 就是调用编译器来处理这个HQL的 和编译器将字符串 这个字符串其实就是SQL 展化为策略 就是plan就是计划 这个这就是翻译的有点有点硬 有点生硬 我们看懂这个意思就行了 好 have的运行模式我们看一下 have的运行模式有两种 一种是本地的 一种是分布式的 分布式 本地这种方式 基本上没什么用 就调试代码的时候用一下 就是练习练手的时候用一下 然后一般我们用的都是分布式的 既然用handle 用的就是分布式 比如说我们这里 直接输入have 就直接进到分布式的这个have share环境里边 就是CFL里边 如果我们想执行本地的 本地的这个环境的话 have环境的话 就是进到have里边之后 在这里 然后输这一行 就可以了 就是进行本机的一个环境 好 我们这个理论的方面就讲这么多吧 然后我们进行手工的来 进到这个have环境里边了解一下 然后讲一下have的一些 简单的命令吧 其实have它和关系数据库中 MySQL的语法非常的相似 比如说进到这个have这个环境之后 就相当于进到MySQL的那一个 那个share环境 在这里我们可以查看 有哪些数据库 就是show databases 哦有点慢啊 哦 报错了 他说不能够生成 语言数据的数据库 因为我们还没有装 哦 我们还没有装语言数据库 他默认的话 他默认的话 就是就是没有 好 我们下节课再装这个元数据库吧 因为我还没有下载 我需要在下边 在课堂下边把它下载下来 因为在课堂 在课堂上下载的话比较慢嘛 比较浪费时间 好 我们再看一下 在这个界面里边 我们虽然我们这个集群里边把have装装进来了 但是我们在这个服务里边并没有have 这为什么呢 因为have它本身并不是一个服务 它只是一个 就是 可以理解成 一个 更灵活的一种 比服务更灵活的一种 第三方的一个 一个组件吧 为什么说它更灵活呢 因为我们 如果 集群里边 你想用have的话 比如说我们这个109上 我们装一个have 然后我们把它那个原数据库 那个链接 然后那个配置 配置好的话 我们就可以用 然后我们在另外一台机器上 然后 也设置相同的 那个原数据库的 那个 那个信息 然后也可以用 就是说你在 每台机器上 你只要设置相同的原数据库 的那些 那些属性的那些信息 然后我们可以 用相同的 就是用相当于是 同一个 have 它为什么不是一种服务呢 我的理解就是 它更灵活一些 而服务的话会更死板一些 就是说你必须 每台机器上都弄好 都配置好 然后都有相同的配置 而have不需要 因为我们通常情况下 我们整个集群里边 我们 对外 就是用户访问的 我们 通常情况下都是 是个别机器 是个别机器 比较多的 还是这个name node 我们会把IP 然后给其他部门 给他们开通账户 他们用的也是连到这一个机器上 然后进到这个环境里边进行操作 用的也是这个机器的have 或者是我们 比如说用户多的话 我们再给他们 另外一台节点的IP 然后把那个节点上的have环境也弄好 就是我们只需要把那个have的环境 就是原数据库的配置 然后指向同一个原数据库 就行了 而我们不需要每台机器上have环境都配的一样 我们用哪一台配哪一台 就这个意思 而服务这个概念就不同了 它就是每台机器上 你要配的话 配置必须的一样 比如说我们修改一个参数 就在其中的机器上修改了 然后有的机器不修改 这样的话就不行 所以说服务来说 它的更死板一些吧 就是要求更多一些 而且它用的时候 就是每台机器上都会起作用 比如说我们hbase 我们用hbase的时候 我们当然我们会连到一台机器上去用 去访问 这个时候它其实每台机器的 每台节点的hbase都会 就是都会起作用 就是相当于是一个hbase的一个机群 都会起作用 而have就不是 have是你连接109的这个have的话 也就109这一台的have起作用 全它的没关系 好 本节课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吧 下节课我们 我把messie下载下来 然后我们 再讲have的 那些 语义法 那些 更详细的一些介绍吧 好 本节课先到这里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